为什么要降生在皇宫里头 民 利 权 位 都是人之所爱 人之所好 人之所求 他统统得到的 得到了 他放下 出家了 你们拼命做求的 我一切满足不要了 这什么 放下烦恼账 那些名利 财思 全是烦恼啊 世界人不知道啊 拼命去求啊 这个人就无辱 到手的全方向 所以他的表法了 他交给我们了 得是怎么成就的 是怎么成就的 你一放不下 你的得就不圆满 真实的智慧 真实之机 真实的利益是臣服 真实利益 不在世间 也不在诸佛刹土 在那里 静宗所说的 长极光进度 三个真实 圆满具足 真实之机 真实智慧 真实利益 所以说三个真实 实际上 你连痕迹都 找不到 那才叫真的真实 还有神级迹象 给你看到 那不是真实 真实法 无相 无不相 为什么 他起作用的时候现象 世尊再次的起作用 八相成道起作用 说法之心 先把样子 统统做出来了 四十九年 所说的一切法 是什么 就是他这个样子 世出世间法 一切都不然 都不做 样子做出来了 不然不做到究竟 根本没有 起心动念 真不做 不起心 不动念 如来的果德了 为教化众生 做四十七 所以 这个八相成道 是全巧方便 每一个 每一个修佛 最悟的人 他不是再来人 摄迦牟尼佛 是再来人 不是再来人 看到 摄迦牟尼佛 整整实现 教会 他就 当然 这也不是偶然 因 因 过去身中 曾经学过 又记住 摄迦牟尼佛 摄迦牟尼佛 事先 是缘 摄迦牟尼佛 教会 是缘 因缘 之处 他也能 豁然 大悟 也能 明心 尽心 做佛 去了 这就说明 过去 跟 山根 成熟了 江熟 未熟 就差这个月 摄迦牟尼佛 跟他 也 补足 他这个身 成就 这叫做 根 熟的 重生 根 没熟的 把他提神 已经熟的 这个身 决定 成就 没有熟的 提神 没有山根的 帮王族 他重山根 弗尼就为 这个 不是为别的 但是 主要的目标 是为根 熟 种子 跟不熟 不相信 他不能理解 不懂 当然 他不肯做 更熟的 能信 能解 能信 后面 他决定 能证 这是凡夫 成佛 逼金的道路 那么八项 成道 我们看了 这意思就 神了 我们在印尼 爪哇岛 看到一个佛陀 留下来的 孤寂 七百多年前 那个地方是佛教 有个很大的道场 我去参观过 我去参观过年子 好像是七尘 他不是宝塔 墙壁上 都有佛陀 佛陀一生的故事 八项成道的故事 参观的人多 礼拜的人多 什么意思 不懂 如果懂得这个意思 参观去 他境界会提升 他在那里上了一刻 佛陀真的在那里叫他 优优独播剧场